- 겠습니다! 哈勒!各位好,我是少bags Generation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活动的新装备 就是黑棒,还有海大王蜂 我们先来看一下黑棒 黑棒抢满后,雷储给到70 彼此 裁幫給100 不過他這邊命中多補了15 那這邊有個新的被動 就是自身的魚雷 第一輪的魚雷 會變成雌性魚雷 而且對敵人的增傷會增加5% 這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我帶這個610 他不是雌性魚雷 他第一輪也會變成雌性魚雷 而且傷害會增加5% 那第二輪的魚雷就會變成普通的610 就是平行前進的魚雷 而且傷害是原本的傷害 那今天我們要探討的重點 就是說如果我用這個彩磁鐮 配上兩隻彩棒 那跟我們這些610 配上黑棒跟彩棒 這兩者之間到底傷害 誰會比較高 這個是蠻多人想要問的這個問題 好 我們直接進入這個傷害畫面 好 首先第一組 是我們的彩磁鐮 配上我們的雙彩棒 我們看到他炸出來的傷害是4805 因為一推自身有暴擊增傷的一個效果 那兩輪也是一樣 也是4805 好 接著我們看一下610 配上我們的黑棒 這個第一輪會變成 雌性魚雷還有5%增傷 我們看到他炸出了6597 他還蠻高傷的 那第二輪平行魚雷 變成普通610的時候呢 他炸出了6288 跟第一輪相比 確實是掉了5% 那我們直接看一個數據 這數據我們看到 就總傷而言 假設全部都暴擊 因為一推會暴擊 總傷全部暴擊的情況下 那610加黑棒有最高的總傷 就算都不暴擊 大概就是再少一半的傷害 全部都除以2 因為暴擊會增傷 大概都除以2的傷害 就DPS而言 這個610加黑棒的效果 其實會跟我們的採棒加採雷 是有一樣的效果 當然這個是暴擊傷害 所放大的結果 那萬一都不暴擊的話 那這個DPS都會再砍半除以2 所以他們之間的差距就會越來越小 暴傷可以增加很大 沒錯 但是一般的情況 一般不暴擊的情況 傷害是幾乎是蠻接近的 其實是沒有什麼顯著的差異 好的 那測完一吹 那我們來另外測一下這個高雄 他也是標準的雷重巡 那一般的配備 我就是把它配成這樣 那重巡缺命中 就給他堆一些命中 然後前面帶一個油壓舵 也是和橫行和領的 那剩下就是魚雷跟採棒之間的差距 那我們可以直接看圖 在採雷跟採棒的這個輸出呢 其實沒有暴擊是1666 如果是610配上黑棒這組的效果 第一輪可以有2230 那第二輪就變成2123 其實DPS大概也就是浮動大概在四五十左右 總傷會有 但是就是以全彈命中的這個理論值來算 它的總傷 確實610加黑棒的理論總傷 會大於我們這個採雷加採棒這個總傷 不過魚雷這個東西命中率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今天你少中一根 它的傷害就是直接掉一劫 魚雷這件事情 理論值雖然是很高 但是你也要考慮到現實戰鬥 你自律的情況下 這個魚雷會不會命中對方 有沒有打到對方 因為少一根魚雷的傷害 確實傷害就會掉一大劫 OK 今天由這個數據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黑棒Rolling的組合呢 在理論值傷害會大於我們這個採棒跟採石雷的這個傷害 所以這第一個有好處就是我們強化的資源可以省下很多 因為強化採棒花很多資源 一根採棒你可以強化好兩根黑棒 當然採石雷跟這我們610也是一樣 花費資源會相對的比較少 這對於後進玩家 比如說新進玩家 你可能沒有這個採石連 那610跟這個黑棒強化便宜 而且你擁有近乎跟採石連一樣傷害的一個武器 所以對於後進玩家來說 這個武器組合呢 是縮短你跟老玩家之間 在魚雷火力上面的一個差距 這是第一點 西連等級越來越高了 而且解在越來越厚 所以我們必須進一步去提升這個魚雷的傷害 還有魚雷的命中 那黑棒捕捉我們命中的屬性 對未來打高等西連的手 會有一個不錯的一個幫助 好 最後黑棒610組合 其實也是非常適合這個柴菌貓的 為什麼 因為柴菌貓他沒有獄裝填 所以他第一輪的魚雷 準備時間縮短了70% 因為他沒有獄裝填 所以他非常需要這個 雌性魚雷這個幫助 那黑棒捕捉610可以補足命中 以及在魚雷傷害上面 還有命中率上面的一個數據 所以柴菌貓我覺得他也是非常適合這個 610配上黑棒的一個組合 好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海大黃蜂的數據 首先是4×20的靈米機關槍 他是戰鬥機 所以這邊的傷害、攻速、射程 其實都寫得很清楚 跟我們對空砲一樣 他就是專門用來對空使用的 不過這個對空是有一定的角度 就是飛機前方80度的範圍 才會射到敵人 他跟對空砲不太一樣的地方 是對空砲360度都可以射 這個飛機只有前方80度的地方可以射 好 再來是帶這個1000爆彈兩個 這個傷害呢一個爆彈的傷害是416 那破壞的範圍還有投射的範圍寫在這邊 對甲倍率分別是對輕甲、中甲還有中甲 那很明顯這個1000爆彈是對中中甲的傷害 是有比較明顯的傷害 那至於有人會問說什麼是破壞範圍 什麼是投射範圍 我這邊做一張圖簡單的讓你去明白一下 首先什麼是破壞範圍 就是代表這顆航彈它的AOE傷害範圍是多大 有比較大的範圍就代表說它有比較大的AOE傷害 那破壞範圍比較小的它能波及到的周遭體輪就會比較小 那投射範圍怎麼講 投射範圍就是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個準度的問題 當你投射範圍越大的時候代表它準度不是這麼準 它會分散在這個投射範圍裡面 所以它會在這個投射範圍裡面去分散它投彈的一個準度 當然你投射範圍越小代表說你的命中率精準打擊更準 所以投射範圍跟破範圍這兩個是不一樣的東西 破壞範圍當然是越大越好 那投射範圍就要看我們要打的是一大片海域還是專一敵人 來去訂定說我們要用哪一把武器會比較好 OK以上是這個海大王蜂的一個基礎介紹 接下來我們來比一下他們之間的一個差異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個機關槍的部分都是4×20 不管是在海毒亞還是在裂風上面 其實他們的對空傷害都一樣 那唯一不同就是這個海大王蜂呢 它是帶1000的爆彈 那其他的海毒亞和裂風都是帶500的爆彈 而且傷害就有明顯的差距 一般的500爆彈傷害只有360 那它的傷害來到416 這非常的多 跟我們這個BTP比呢 BTP它是轟炸機的喔 它是1600的爆彈 其實傷害是429 跟416其實沒有差太多 基本上快要追上這個BTD的傷害 如果你去算它DPS的話 因為BTT的速度非常的慢 假設你去算DPS的話 這海大王蜂的DPS還大於這個 這個BTD轟炸機的傷害 這很誇張耶 一個戰鬥機的轟炸效果 比專門轟炸機還要高 就DPS而已 再來這個破壞範圍跟投射範圍 基本上500爆彈都是差不多的 那比較明顯就是看到 我們這個1000的爆彈呢 其實是跟我們的BTD是差不多的 1000跟1600其實在投射範圍 破壞範圍其實都是差不多 但破壞範圍會略小於我們這個BTD啦 不過投射範圍是一樣的 代表說這個海大黃蜂 它的命中率不是這麼好 因為破壞範圍 投射範圍比較大 那破壞範圍也沒有比較大的情況下 它比較屬於亂槍打鳥型的 不過基本上傷害還是大於我們這個500的航彈 很多啦 所以啊 現在這個活動只能兌換一次這個戰鬥機 接下來復刻還會再兌換出第二個 如果要是可以刷的話 那這把戰鬥機一定是刷爆的 這把戰鬥機太扯了 因為基本上對空就是一般水準的對空 它對海轟炸能力卻有轟炸機的水準 這相當相當的誇張 好啦 那什麼飛機什麼航母 比較適合用這個飛機呢 當然是我們這個仙女座 因為它有獄裝田的關係 所以它起手直接丟兩輪空襲 都含有這個海大王蜂的這個傷害 再來呢就是美國的空母 為什麼 美國的空母呢 它的戰鬥機數量都是三個 而且戰鬥機的補陣都很高 其實就不用講了 三個戰鬥機賠上大一 這1000航大的傷害非常可怕 再來就是這個艾塞克斯角之級 他們也是屬於戰鬥機群的一個航母 三架的戰鬥機配上這個140的戰鬥機補陣 打上來的航單傷害非常的可觀 艾塞克斯也是很好的 再來 一樣艾塞克斯的邦克3 還有同樣的這個艾塞克斯級的香格里拉 他們在戰鬥機的效率上面都是非常的好的 另外一個非常非常可怕的黑馬就是光輝 你覺得我們會笑光輝沒有輸出 因為是戰鬥機的關係 它兩個都是戰鬥機 所以如果有這個海大王蜂 裝在他身上 他的戰鬥機數量非常的多 而且效率也非常的好 如果他擁有兩架海大王蜂的話 他再也不會是缺乏戰鬥力的 保母型航母了 相信未來如果復刻再拿到一台的話 我相信這個光輝馬上就可以起飛了 好啦 以上是對於這次活動的新裝備 新設備的一個簡單介紹 希望能幫助你了解這個新裝備 它的未來性還有它的潛在能力 下一次復刻基本上也是要拿好拿滿的 非常期待下一次這個活動再次復刻 而且還會再次復刻一些新船 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好啦 我是草編牛 有什麼問題下方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我們下次見啦